我是在唐山坐庄大村 咱们的瓷砖究竟铺多厚才是标准 今天大村就给你讲一讲 主要有两个因素是比较关键的 第一个一般情况下会考虑卫生间 像卫生间里面我们会做一个坡度 它比如说卫生间不是下沉的 它正常跟咱们普通的客厅是一样高的 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要找坡度情况下 它需要的杀灰就要厚一点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咱们整个屋会超水平 重点会考虑卫生间这块 找这个坡度够不够 另外我们还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是这边 就是我们入户门 来镜头跟着去 镜头滚过来 瞅着 入户门是怎么回事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这个屋子里面的瓷砖 要高于我们正常的室外的瓷砖 或者说跟它齐平 压住这个门的口这 这样做出来的整体效果才会更加理想 这就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做法 给大家看看我们这边的一个 今天这个工地是怎样的一个厚度 像这种水管 电线水管 是直接就在我们的正常地面就跑就行了 不需要进行开槽 因为你现在这个是二零管 二五管 这些都能盖得住 镜头给进 你看这个厚度 就是常规的一个厚度 大概就是杀灰的厚度 5.5 这就是比较普通的一个杀灰的厚度 所以说咱们装修的业主 就是考虑两个因素就行了 重点是其实是你卫生间 就是路湖门口这块 要比我们室外稍微高一点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来的效果才会更加理想 好了 我是阿崔 关注赵修美 谢谢